宇宙 无尽的广袤空间 永远充满着神秘和奥秘 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停止 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宇宙是怎样形成的 在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的过程中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惊人的发现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爆炸理论 但是宇宙的起源和演化仍然有着很多未解之谜 如暗物质和暗能量等 在这视频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宇宙的起源和演化 了解宇宙膨胀 元素形成和星系形成的过程 同时 我们也将探索一些宇宙中最大的未解之谜 带你走进一个更深入的宇宙之旅 当谈到宇宙的起源时 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 其中最有名的是大爆炸理论 他解释了宇宙是如何从一个极其高温高密度的状态中诞生出来的 大爆炸理论认为 宇宙起源于约138亿年前的一次极其强烈的爆炸事件 在这个事件中 宇宙从一个无限小但极其热和密集的点中诞生出来 这个点被称为起点 它是宇宙的起点 也是物理定律不再适用的地方 在爆炸发生后 宇宙开始以极快的速度膨胀 在这个过程中 宇宙的温度不断下降 从而让物质逐渐形成 最初的物质是氢和氦 它们在极端的高温和高压下形成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重的元素开始形成 包括碳 氧 铁等 在宇宙形成的早期阶段 物质和反物质应该是平衡的 然而 当宇宙膨胀冷却时 物质和反物质开始相互湮灭 幸运的是 宇宙中的物质比反物质稍微多一些 因此残留的物质得以存活下来 大爆炸理论解释了宇宙如何从一个非常热 非常密集的状态中诞生出来 以及为什么宇宙中的物质比反物质稍微多一些 然而 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些现象 例如宇宙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这些现象仍然是科学家们在探索的课题 总之 宇宙的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需要科学家们不断探索和研究 大爆炸理论是目前最为广泛接受的理论 但也有其他的理论和观点 无论如何 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和理解将会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深入 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过程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只是宇宙真相的冰山一角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大爆炸理论 但宇宙中还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 如暗物质和暗能量等 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家不断地进行深入研究 才能逐步了解宇宙的奥秘 但无论未来的探索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发现 宇宙的神秘和奥妙将永远不会被完全揭示 而这正是他如此美丽和令人着迷的原因